对还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 我想跟咱家粉丝说一下 朋友们尽量就是文明发言 友善回复好不好 咱们就是讲究一个 咱们就是友善回复 咱就是文明发言 好不好 我之前一直在说一件事 咱们家粉丝跟人家粉丝不一样 我说这个不一样 不是说捧你们 我就是希望你们不一样 因为一直咱们就是 咱玩的就是这个 另类这一块的 因为你喜欢的 这个傻子也是 跟别人玩的是不一样的套路 我也希望你也是不一样 咱就跟别人不一样 好不好 一定知性 千万别攻击性特别强 没有什么就是意义 好不好 也希望就是比如说 我合作的这些朋友都挺好的 关系都不错 关系是真不错 都挺好的 而且你宁哥你也知道 就是跟人都挺好的 包括像剧组这些演员老师 没事就跟人吃饭 出去玩啥的 就是也挺好的 包括我印是几个 印是几个就是都是中西的演员 都挺好的 小伙 我都跟你交朋友的 就是跟你聊天过程当中 都能偷学点东西 对吧 就是这样子 所以咱们就希望 就是我合作的每一个演员 前晚咱别玩那一套 跟人家撕吧 撕吧 没意思 咱现在放不上 你说能撕不两下 咱能撕咱能撕提提 就是热度还行 也没啥可弄的 现在大家都老老生生的 大家是不是都很烦灶的 现在这个疫情造的 所以就开开心心的 别跟人撕吧 比如说我朋友们说句实话 就是哪怕说 有人说两句 就说两句 说两句吧 好不好 你也别跟人家撕 我真是没必要 说两句就真说两句吧 你给你林哥就稍微消停点 咱就自己玩自己挺好 我真的说 咱自己玩自己挺好 也不说自己玩自己 是我带你们玩 咱们就玩 咱自己这一圈就挺好 就别参与了 别参与那些好不好 克制一下 就是说两句说两句吧 就是因为都是一个巴掌 也是拍不响的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所以也没啥可说的 就是希望都挺好的 你干嘛呢 对吧 咱别都带来的 是不是 别的别的 给我个面子 给我个面子 挺好的做 我跟你们说过了 宁哥 你宁哥是个成年人 我受不了啥委屈 我如果受了委屈 我肯定会找回去 但我真正认为 那是委屈的情况下 所以你们也不用 去替我出头去 真不用 我希望你们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你们脑袋里都是快乐 都是梦想 千万别有愤怒 利息这些东西 好不好 你说我搭配一个熬子 我就是希望让你们开心一点 哪怕你没那么开心 但起码你现在说一实话 你现在看我直播的朋友 你起码你不孤单 是不是 就是在遥远的远方 有一个大摇火的 虽然长得不咋地 但是跟你俩在那聊天呢 你虽然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 不得陪你闹嘛 对不对 你关注一下摩登兄弟刘雨宁 这个人吧 酷